大家好,我是少年 有一个女孩从出生就怀有身孕 这离奇的事件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西元四家有一个家族祖宗 几百年前西元四家的祖宗 引起木为保护自己的孩子 只要牺牲自己 给孩子求的一个保命的机会 可是不巧的是 她生下了双胞胎 能够留命的孩子只有一个 而被选的那个人 就是西元四家的祖宗 从此有个祖宗就这样缠上了西元四家 那就是每一代人都缠下双胞胎 其中一个孩子绝对活过五岁 这个祖宗迟到尤里这一代才被打破 因为她的母亲只生下了她 但后来家人才发现 祖宗其实并没有打破 而是本应该一起出生的双胞胎 竟然在尤里的肚子里 不过即便过去四五年 尤里的身形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甚至尤里还能看透自己的妹妹灵体 两人经常沟通交流 关系非常要好 可是才过几年 妹妹的灵体却说要消失了 并且告诉尤里要打破家族祖宗 最后让白鹿飞起来才行 而白鹿 是来源于家族中的白鹿天生舞 那是西元寺家族每十年 才会举办一次的祭奠 宗族会线条这段舞 为了救赎妹妹 也为了打破家族的诅咒 尤里寒内的和妹妹灵体告别 并承诺一定会让白鹿飞起来 从这之后 尤里每天都在努力练习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发现肚子里的妹妹 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 身体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差 先不说能不能完成承诺 再这样下去 尤里能不能活着 还是一个问题 于是 她聘请了怪异黑杰克 来给自己治疗 这场手术难度 其实并不小 不是简单的剖腹 那么简单 因为妹妹不愿意被人接触 所以体内的妹妹 是有自己独立的私下 以及神奇的能力 她可以控制对她出手的医生 改变医生的动作和行为 所以在黑杰克之前 尤里已经聘请了很多医生 拐操作 但没有一个成功 也没有一个人 能顺利进行 而黑杰克 被冠以怪异的名号 但很快就看出了事情的端倪 所以跟妹妹交流 承诺自己会让她活下来 经过一番交流 妹妹顺利被取了出来 可是没想到 尤里在得知妹妹顺利生产后 却让黑杰克 将她给丢了吧 黑杰克没有回答 而是去遵守自己的承诺 因为妹妹生出来 是属于畸形儿 于是 需要黑杰克对她进行一番改造 才能正常生活 后来 黑杰克也将妹妹 收留在身边 一转眼 就过去了十年 妹妹 也成了黑杰克的贴身助理 但是最近妹妹 总是会无缘无故地晕倒 不管黑杰克如何检查 都没有显示任何异常 直到尤里家的人 找上门来后 黑杰克再恍然醒悟 原来 当年尤里手术完后 并没有得到恢复 反而体内的狼肿 越来越多 她以为只要娶出妹妹 就不会给她造成痛苦 但事实 并非如此 黑杰克心中 已经有一个猜测 她认为尤里的病 和妹妹 脱不了干系 于是便决定去西元四家走一趟 这些年 西元四家发生了很多变化 他们家十年一次的祭典 也变成了另一种形式 但依旧只要跳出 白鹿升天舞的人 才能当选宗主 加上西元四家 现如今的社会地位很高 所以这些年 被禀魔缠身的尤里 就成了其他的眼中的肉 所有人都对宗主质问 胡适当当 不过尤里这一次请求 却和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 她不奢求保命 而是希望能有活力 只要能确保 让她在祭典 跳出白鹿升天就行了 她终究没有忘记 和自己妹妹的那个约定 不过在这之前 还是得进行全身检查 过来妹妹发病时间 和尤里完全一致 这种情况 已经无法用正常科学来解释 黑杰克还想通过调查一下 西元四家的过往 和了解一下 他们所谓的家族诅咒 但谁知 尤里和妹妹又一次发病 这一次的程度 和以往都不同 留给黑杰克的时间 实在不多了 于是 黑杰克决定大胆地尝试 自己的猜测 那就是双胞胎 特有的浅和现象 每一个双胞胎在母体时 组织都需要透过胎盘 混杂交换 然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物质 这种物质对妹妹没有影响 甚至有益 但尤里却无法接受这些物质 所以导致那些囊重 无法完全根除 之前妹妹还在体内 能够吸收这些物质 所以没有发病严重 而那个时候 她身体不是 也不是妹妹所害 而是妹妹吸收特殊物质的能力 也有限 不过却是最大程度化的 减轻了尤里的痛苦 但在妹妹被取出后 一切就变得不同了 甚至可以说 尤里是幸运的 因为如果不是妹妹在尤里体内 那么因诅咒而死的人 就是尤里 手术结束后 正如黑杰克所预测的一样 尤里的身体恢复得很好 并且她告诉尤里 她的妹妹还活着 但是却没有说出是谁 很快 妹妹的身影就出现在蓝门后 那调皮可爱的身影 让尤里嫩神 这一次 妹妹以评诺克的身份 和姐姐告别 释怀的尤里 在祭典跳出了比以往都美的 白鹿天生舞 片名 《拐一黑杰克》 这是黑杰克西夜中的一个故事 来访的回忆 很多人对皮诺克的出现不太清楚 她的过去经历并不是太好 但是现在的她 在黑杰克身边 却是非常的开心 只因为她喜欢黑杰克 以及她跟过往已经彻底告别 她总是说自己是18岁 因为她姐姐肚子里待的时间 也要算进去 鬼听精怪的她 她每次看到黑杰克给女患者看病的时候 就会吃醋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纵数过去的童年 在痛苦在黑暗 可如今却能依旧坚强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她在那次男门和姐姐告别 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告别 更是和自己的过去告别 视频简单里 也许以前也有什么不愿意接受的不好事情 但很希望 你能和过去告别 活好现在 珍惜 当下 我是少年 如果也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的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尽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